拿好设备大浦国中一年级的综合课要开始了 这堂课可以理解为开店养成班 设定以后它会自动跑温度跑到了200度 我目前会烘豆烘咖啡的那一个过程 会有一种咖啡的香气过来 你们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 看看它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带小孩子从烘咖啡豆开始 然后一直到冲泡咖啡 一直到他们做点心 大浦孩子最高学府到国中止步 理乡升学回来的很少 因为没有就业机会 你在两年就要离开大浦了 以后会想要再回来吗 会啊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我生长就在这个地方 那小孩子他可能一个冲劲 要照顾家人 上来的不晓得要做什么 所以就开始来做这个咖啡 因为在学校学的啊 这个也不困难 就马上就可以上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回来开咖啡店 这个啦 热咧 你要给我一点蹦 这颜色 这个地方创生人工人潮回流 其实我要的人潮回流是除了从这边长大出去回来的 其实更大的一个面向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让更多面向的人来这边就业生存 我叫林玉伟 然后我从屏东上来这边工作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生活 就会变成很偶尔才回去台湾 要让它是浮现 像它在共鸣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那个在意 环境再利用的关系 让提琴变成是不再只是贵族可以去学的一个东西 跳流木堆积是增纹水库的恶梦 但久木可以再利用 做一个材料 可以提供给这些大人的老人可以做 其实是像我这样轻轻的就可以把它刨掉 学作琴免费体验的是大普的漫活艺术 像小孩在玩东西 我们这个工作挺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一直有发展性 后来慢慢召召召变成我们现在有三个小乐团 五星插柳意外创造了当地乐团 一具青年在这里实现地方创生梦想 从无到有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 其实收获会蛮多的 一直在往不同地方做发展 一直在进步 桥是在中心点 然后未来这边会有小提醒故事馆 然后这边有免费的露营区 再搭配网上的美食街 属于大普的梦想蓝图 从勾勒到实现 环境疗愈了留下的人们 人火化了环境 共生共存 为困境长到活路 慢会让我们舒服 会让我们不会生病 它甚至是一个疗愈的 这个环境就会去修复我们 以上就是